詞曲 李宗盛 各位現場的讀者朋友 媒體朋友 還有今天第一階段參與的貴賓 大家午安 我是三彩文化的請教父母協力 Spring也可以叫我玉山 那今天在論壇的一開始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因為論壇中 本書的策劃人CC會跟我們聊一下說 他這本書找來的這四位作者 跟他自己共同五位 一開始的淵源是什麼 那這個部分就留給CC來聊 那我們這部分先聊的是 三彩文化怎麼跟CC結緣的 因為一開始呢 其實我是收到一則簡訊 就是我們家的作者 劉軒 劉軒老師她就丟來一條簡訊說 我認識一個很有趣的女孩 那她對於人生有一些想法 不知道三彩文化對於出版這本書 有沒有興趣 那當然接到這個訊息 我的一個想法就是CC是誰 我們要怎麼認識CC 那其實這過程中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跟CC聊天的 都是透過手機螢幕 那聊的時候才發現其實CC 她非常非常熟悉身心靈領域 那也跟我們聊了很多她對人生的想法 那更有趣的是 CC在跟我們談新書出版的時候 那這幾位作者都是一位一位 會浮現在她的腦裡面然後串起來的 那這件事情呢其實它帶來的就是一個 愛的善念 因為我們其實在這本書一開始 其實就告訴我們 所有的作者版稅都是捐出去的 那三彩文化呢也因為這樣的活物 所以我們這次書的所有出版的盈餘 這本書的盈餘都會全數捐給伊甸基金會 那時間不多 所以呢我們也把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先歡迎這一次我們本書的總策劃人CC 還有另外一位 那在今天論壇一開始 其實我們在聊這個論壇要用什麼主題的時候 一定要先讓CG來聊一下怎麼會找到 其實還有一位在美國 就Janet在美國 然後補課前來 CG怎麼一開始會想要將這 應該你們五位是怎麼串在一起的 然後這五位又有什麼關係 因為看產業是差很多的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嗎 哈囉 大家好 謝謝你們來一個就是最重要的一個 不用上班的下午 很開心在這邊看到大家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今天我們超級難得的我們四位作者 除了剛好Janet人在美國 真的沒有辦法到 那我非常開心 而且很榮幸 然後很感謝老天爺 然後覺得剛剛Spring的問題是怎麼想到這四位 那雖然說來話長 然後我們在Sean的Podcast在196集他有訪問我 然後我們有稍微聊到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我們活在這個地球上 然後這個書名叫做我活著我的人生啊 我覺得最貼近我們的就是自己和我們自己的人生 那那個時候真的是在疫情很嚴重的時候 我感覺到大家的生活好像按了一個暫停 然後就似乎大家在家裡有一種很徬徨 然後不知道我的人生的意義 跟我每天忙的東西就停住那種感覺 那當下的我真的很希望透過力量透過他們的力量 我們眾人的力量 用不同的角度把這一個力量帶給大家 所以我當下那個狀態就是說 老天爺給我一個該是出書的一個message 然後Sean 劉軒的臉跟Andre的臉就出現了 不然還會出現 他們的一個幕就出現了 然後我就好好好 那我就邀請他們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東西是 他們都擁有著 只有他們有的他們的人生故事 然後他們對於人生的經歷跟觀點 是我一個人沒有辦法給的 所以一定我覺得說如果要做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很需要人的幫助 然後他們真的超好的 我當天就我做完瑜伽 然後我就那個小新就說 那好那怎麼邀請這樣子 然後我就留了message給Sean 然後給Daren 然後給Andre 然後他們當天就答應了 就聽到了我的voicemail 四到五分鐘 然後就I'm in 然後Andre就說 Tell me then 然後我就真的假的 然後我覺得等下可以問他們 就是哪一個點讓他們願意 可是我覺得我想要在這開頭跟大家說 我們都會想要做很多事情 然後我們都有一個想法 希望這世界更好 希望家人自己更好 但是我們內心都會有一些小聲音說 我又不是誰 我又不是他 或者是 我們腦子就會馬上想到 為什麼不行的各種理由 然後我真的很希望 大家看到這本書的文字 跟大家的故事 去找到聽到自己內心的那個聲音 然後用他們的語言 然後用他們的語言 或許我們可以學一點點他們的觀點 然後把我們的那個關鍵時刻 跟自己說 或者說不行 或者是 你是誰 大家來說我是誰 我其實也不是誰 就我不是一個檯面上的人 但我也希望 我把這本書做出來 然後讓大家會有一種 激勵的感覺 就是說其實我們是可以做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and all at once 那我覺得想邀請先從上開始吧 去跟我們說 為什麼你當下就答應了 為什麼我當下就答應了 我的記憶跟你的有一點點不一樣 人的memory 因為我記得我當時是在這個 南港的特斯拉的超充站 那是在一個地下室的停車場那邊 那剛剛超充要充到80% 差不多40分鐘左右 那我在 我就在那時候收到你的電話 你跟我講說你有一大idea 然後我只記得我離開車子 就在那個地下停車場那邊走 我一邊在跟你講電話 那我就問了你很多問題 為什麼你想要做這件事 為什麼 what do you wanna bring what was 而且後面也很重要的就是 後面的配套是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出的書就是出的書 對不對 但是我們希望這個書可以造成它的效果 或是什麼 然後你要怎麼樣可以去maximize 這些一點一點的 其實我有一點 有專業做的 有一點 有一點 的回憶 you know 我記得啊 這個是我 是是是 除非我在我的 那一個平行宇宙裡面發生了這件事情 你在 you know but anyone anywhere 所以我當時我也是想了我想了一會兒 坦白說因為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出版計劃 但而且我也不止一次又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人生故事 那各位可能在做的有可能也可能沒有還沒有讀過我去年有出的另外一本書叫做超難進化論 那在那本書裡面呢我也分享了很多有關我自己的自我揭露的一些故事 In fact 另外一位作者其實就在這裡 詹詩頓那個站起來跟大家打一招呼 Yeah 超級高興 所以也是也是一樣 其實也是一個想法 然後我們就想說我們可以分享我們自己的故事 所以當時我心裡面我也想說 那我已經分享我自己的故事跟肖騰 那麼我們要做什麼樣的differentiation 所以後來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們做了很多的討論 很多很多次的討論 然後是到最後最後才 才終於一下子 好像突然是如有神柱一樣 這個idea就突然就掉進來 然後就成為了我的 chapter 我偷偷講一下 就是那時候我們就聊了很多 然後我就一直不太 反正就這邊只有大家在 然後錄影就卡掉 就完了 結果那時候我們就聊了很久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那上次要答應還是不答應 他就沒回我 他就問我超多問題 你知道什麼的出版社 然後就 那我就趁他那個腳在一個船上 你知道那個船要開走了 然後他好像50% 然後almost stand的時候 我就 我船就開走了 然後他就on board 我的感覺 所以我聽到Andre 是這麼爽快的答應 我覺得wow man Andre是認真當天 他當天 所以就請 請Chef André 跟我們講了什麼 這麼有愛 也不是這麼有愛啊 就是 沒有 我只是突然第一件事情 我就想到說 終於有人 對Andre做菜以外的事情有興趣 對 就是終於我們不是只會做菜 我們還是有腦袋的 終於有人對另外這一塊 感覺到有價值 然後而且 而且又是可以 可以 可以 貢獻 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 嗯 很好 我就 我就說ok 如果我可以 我可以分享 我的故事 然後 跟我的看法 然後可以 影響到更多人 就是 終於可以做一些 料理以外的事情 我覺得 很好 謝謝 想快答應 謝謝 謝謝 然後 Daren是 我們剛剛才在後面在聊 就是他 是我認識的一個 很傑出的企業家 那我相信大家 對他不是很 很有印象 那奧丁丁這個服務 可能有些人用過 那他就是奧丁丁的創辦人 然後 我覺得 他對我來說真的很特別 是因為 大家很讀過我的故事 我在美國在做商業不動產的時候 做了十幾年 然後我見過非常多的商業人士 跟在那個環境下的模樣跟狀態 然後 那也是驅使我不做的原因 因為 以錢為目標 然後 讓這個錢 作為 任何決定的價值觀 和我是 是沒有辦法 就我內心就是很掙扎的 所以我到後來 就沒有在做商業的東西 但是Daren很不同 就是 他卻還能夠保持著一個 赤子之心 可以這樣講嗎 他今天沒穿拖鞋 Thank you 對 然後我就覺得他很難得 然後 真的也是老天爺的質疑 在某一個 傍晚 然後我就看著一個 很像Daren又不確定是胡鬚章 還是他本人的一個 一個姊姨 在安隆基的一個溪孔 然後跟他兩個孩子 然後有瘦瘦 然後是太太 那是Daren嗎 對 我就痛到他二 然後我就是 很需要一個人的時候 他就出現了 然後我就邀請你 然後也請你跟他分享 為什麼 願意答應 大家好 這個 我是Daren 那其實這個故事是 蠻有 蠻好玩的 就是我 因為我平常在外面是 就是特別是科技產業的人 就是很多人會認識我 就有時候我去荷歡山 我去陽明山 都會遇到 就是 就可能 欸你是Daren嗎 然後就可能想要跟我 pitch idea 然後 那個子 所以我小朋友 都覺得奇怪 怎麼 這個 到陽明山 那個山上 都會有人認識爸爸 所以我就是 我平常帶小孩 周末我會去到一種 我覺得 不會有人 遇到的地方 剛剛我們那天去一個 安農溪 很鄉下 要把這個 safe 沒有 然後就真的 就沒想到就是 那個 就是快騎完腳踏車的時候 居然有人叫Daren 我想說 No calling 怎麼會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Christine 對 然後 他說 他就 就是 我們那時候就是拍照 然後就是拍完照之後 他就那個 就是說他有個 idea想要請我出書 其實我自己個性是比較 就是我不是很喜歡 就是可能大家就是 認識我太多 我比較希望說 這個 譬如說我們企業的品牌 大家認識比較多一點 但是因為Christine是 她說 這東西是 她想要做公益 那其實我自己也是 每年年底都會去花東 去捐很多 就是食物啊 錢啊 給一些小朋友 好 山豬棒球隊等等 那我想說 如果是公益就OK 就做 就是反正就是 我就 慢慢分享我的這個 人生 然後 創業 因為我都在工作嘛 其實 我只能分享我創業的這個 歷程 對 那我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 我也覺得說 因為其實我們公司在做的事情 是蠻困難的 所以我們在做一個 過去三年在做一個跨國的金融的服務 那我其實我在中間也遇到蠻多挫折的 對 那加上我以前在西谷也算是白手起家 那我想說我把我這些 因為我也是不太會跟外面就是complain的一個人 那我覺得我可以趁這個機會分享一下說 我怎麼克服我自己在事業上遇到困難的時候的一些想法 那我自己的經驗是說我們這個positive的一個thinking 的確是可以逆轉我們的不順利的狀況 那我想說既然可以如果這個idea可以影響更多人 然後幫助大家去 因為每個人人生一定會遇到不同的那種挑戰和挫折嘛 對 那如果可以讓更多人變得更好 那大家買書 那錢要不要去捐給小朋友讓他們吃飯我覺得很棒 所以先說答應 對 謝謝 好 那我剛聽了大家聚在一起的原因 因為其實機會難得 出版社也出了四大考題 待會我們就讓作者一一來回答 到底我活著我的人生嗎 那我們請工作人員幫我們換一下第一題是什麼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 其實在書裡面 四位作者其實都有多少有提到 人生是否由我們自己所選擇的 那可能可以一一來聊一下說 大家在做選擇的時候是怎麼選擇 或是其實沒有選擇過我很清楚知道我要什麼 這個或許每一個人的人生體驗不一樣 那看CC要先從零開始呢 好啊 這提出我的嗎 是啊 是你的每一個都是你的 OK 人生是否由我們自己選擇 選擇在這本書 就是如果大家有認真看網話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因為其實在我們的故事裡面 我們都有那個交叉點 就是會抽出不確定的那一刻 然後我們就會有內心的對話 就是那個時間點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人生的選擇 它不是我等一下吃什麼 或者是明天要做什麼 這麼簡單的選擇 我覺得人生的選擇就是在那關鍵時刻 內心的對話 看自己對話完之後 我的版本是我挑選了一個 我崇拜的那一個人會做什麼決定 然後我就盡量的靠近那個決定 然後現在的我也會說 那個出發點是從愛為出發點 的那個思想做下來的決定 會是什麼決定 那我就做了一個類似那樣子的決定 那我也想把時間留給 然後 Sean 跟 Andre 就他們的挫折點的時候的 那一個決定是什麼時刻 講到選擇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選擇障礙耶 我想大家都可能有經歷過選擇障礙 那因為如果碰到這麼大的一個大災問 就是人生是否有我們自己選擇 我覺得出生這件事情 或許不如我們自己能選擇的 但一旦我們董事能夠為自己做選擇的時候 選擇障礙就在我們手上 只是我們很多時候會把它放棄掉 對不對 我相信很多朋友應該都曾經例如說 到一個餐廳 然後不知道要點什麼 然後於是就請那個waiter說 那你幫我推薦好了 然後說那你就點這個 然後終於上菜的時候你發現 哇這個不應該請人家來推薦 應該要自己做選擇 除非你今天是去Chef André的餐廳 沒人要選 沒人要選 對這個也是沒人 是不會來一次 沒人要不來 沒人要不來 對對對 對對對 人生 人生永遠有選擇 直到你要定弱 不太熟的朋友在打電話 想不想吃飯 我要看一下我的 calendar 我訂到RAW了 請問什麼手 開玩笑 我覺得其實選擇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 很多時候你自己 你一旦做了這個決定 那麼你就隨著它下去吧 往往我們如果一直在考慮說 我不曉得這個選擇 接下來會好或者不好 你考慮的越多 你越會有一個選擇障礙 所以是不是事情要為我們做選擇 我可以非常確定的這麼說 在我自己的人生裡面有太多次 因為我自己陷入了一種選擇障礙之中 於是我的人生被選擇了 那我覺得一個被選擇 你當然也可以說隨遇之而安之 但終究最後 如果你發現自己越來越飄離你的初心的話 那麼這時候 要怎麼樣才可以回歸到那個真正的自我呢 這時候你就必須要還要花更多的力氣 才能夠扭轉 然後這時候真正為自己負起責任來做這個選擇 所以談到初心 你看我直接把初心就開始搞定了 我初心一直被你Cue 我其實比較不太一樣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選擇太多了 就是在我們周圍的選擇太多了 反而是怎麼樣用一個三去法 讓你其實不需要做這麼多選擇 像其實我從小到大 有很多東西是我喜歡的 我一開始想要當陶藝家 我很喜歡做Pottery 然後當你一開始喜歡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覺得說我以後一定要當一個陶藝家 然後就開始有很多想像 然後後來我又喜歡畫畫 然後我又覺得說我想要當一個畫家 然後又開始有很多對未來的規畫 等等 然後又喜歡雕刻 然後又喜歡花藝 然後喜歡料理 那我發現 你可以有一百個興趣 但你必須要有一個專業 那在這一百個興趣裡面 maybe其中一個就是你的專業 但不要為了這一個專業 放棄你的一百個興趣 這樣子有 這樣有動嗎 一直就是說 一直就是說 我在回想我這一些所有的 所有的興趣裡面 我發現他們其實是有觀點的 就是 他們都跟大自然有關 不管是土啊 花啊 石材啊 木頭啊 石頭啊 它都跟大自然有關 它都跟創作有關 它都跟工藝有關 它都跟工藝有關 它都跟 如何找到一個媒介 然後傳達 一個你想要傳達的訊息 craft這個東西 然後它變成一個訊息傳達出去 所以我發現他們其實都是有關聯的 而這一些源源不絕的 東西的來源都來自於 其他99個興趣 所以我覺得 其實不需要做選擇 但你會知道哪一個是你的 是你的工作嗎 或是你的craft 然後其他的興趣是可以一直保留著的 然後它會最後再回到 像樹葉一樣 它會分開來 然後最後還會回到 你原本 會 benefit 到你原本的那個 所以其實你 沒有做任何選擇 我也沒有放棄任何一個 興趣 對啊 這是我 我對選擇來說 就是 對啊 我不要選擇 沒有選擇 就是你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一直持續的做它 然後它就會慢慢的 它就一直不斷的累積 那 累積了之後 它就會變成經演誌 經演誌就變成一個craft 我還記得那時候在跟Andre在聊他的內容的時候 他講了一個火箭的彈道 我覺得就很美 因為我們都會 我們看過他的初心都會知道說 他放棄或是他關了他 新加坡的restaurantAndre 我們會覺得那是一個選擇 可是對他來說 他就回答我說 我覺得人生好比彈道 然後我們的火箭假設要去 For example 去月球 那這個火箭在走的過程 可能我們好比人生十年一個彈道 他可能在這中間的時候 他會放下他的某一部分 然後對你來說 他就是總和剛剛講 就是你其實並不覺得放棄restaurantAndre 是一個失去 他也不是一個所謂的選擇 而是你在長遠的那個彈道 你好清楚 那個遠方也是要去月球 然後現在正在做的就是 這個台灣未浦 就是有一個很清楚的那個遠方的vision 對 然後我也想把這時間留給Daren 因為我覺得Daren超特別 他那個你知道就是不為錢驅使 這到底怎麼做到 對 那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在25歲的時候 那時候就考進Google總部 那Google總部那時候 就是因為大家都很難進 那你知道我們就是 就是學弟眾人就說 Not calling 我來考 那就考了器官 就真的就是考進去了 對那我去Google工作了一陣子之後 我每天下班我都很無聊 就覺得說 就是好像心裡不是很開心 就跟我以前在 比如說在 美國做研究 就讀書的時候做研究 或者是就打籃球 因為我很喜歡打籃球 一天打五個小時 然後就覺得沒有那種開心的感覺 那時候剛好就看到那個 YouTube就是賣給Google 然後我想說 哇 這個就是好像是我想試試看的東西 那想了幾天就覺得說 自己還很年輕 那我如果在Google工作都沒有 真的內心的那種快樂 那我就去外面闖蕩一下 對那 那我就真的 就辭職就離開Google 就跑去創業了 那就 頭一個禮拜就很好笑 就覺得糟糕 做什麼事情 沒有想清楚就跑出來 然後看了Google的這個 禁業條款 哇 我在Google做這麼多事情 我出來都不能做了 然後就 就只剩三去吧 就整個 也沒有不能做 手機系統不能做 然後很多東西 那個時候 Google還沒發 那個Enjoy還沒被發明出來 對 但我有一天想一想就覺得 啊 我要去做這個 音樂串流 上面沒有寫 然後 我已經偷偷知道Google在做Enjoy了 呵呵呵 想說那同樣事情 會在那個 手機的這個 這個 這個 行動網路上 未來的智慧手機 重新發明一次 對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 做一個比較 我覺得 那時候 因為我們是那種 就台灣傳統這種 好學校畢業的學生 就你知道我們很多 可能建中台大畢業的學生 都會有點包袱 就是說我們 大學畢業 我們要去 這個 那時候是Intel Intel我比較紅 我們要去大家有聽過公司 我們都能去 就是 就是 大家沒有聽過公司去 奮鬥 那 但做那次之後 我就覺得哇 我人生 就很開心 那我 我開心真的不是因為 就是 我其實剛開始 出去創業很辛苦 就是那時候 你錢都拿去買機器的嘛 那我就窮到 一天大概只能花 可能 三塊美金 就差不多一百塊台幣 那後來我就發現 就是 附近的這個 漢堡店 我每天會有特獎 然後就走過去 就買一個漢堡 然後就 吃一個漢堡就可以過一天 對 所以我就有一陣子 我就每天都吃 那個Double Cheeseburger 然後就 吃了好幾個月 就這樣子也可以 而且我心裡很快樂 對 那我後來就慢慢 算是比較 了解自己 對 所以我覺得 那個人生的這個選擇 我覺得 第一步就是說 大家先了解自己的 個性 對 比如說我就很像一匹 野馬 就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 就野馬不要放在那個 Google辦公室會比較好一點 對 那野馬出去外面 你就覺得 好開心 就是 那個 整個世界都是你的 你想做什麼 都可以去 嘗試 對 那 後來就 時間過了 十幾年 那 我那時候要做這個 所謂的這個 Fintech 在 任何全世界沒有法規的這個狀況下 我就選擇說 好 我要去做這個事情 對 那其實一樣 我們那時候沒有法規 所以我們 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我們只能用自己的這個 想像力 就是說 以後我們這個 全世界的錢 會用這個所謂的Token來傳遞 對 但是那時候 大概是2016年 它沒有Stablecoin的這個概念出現 就穩定幣 對 那 等等等等等 我就 就先開始做了 2019年那個疫情 2020年疫情開始的時候 我就 決定開始做這個事情 然後 飛去這個 日本的這個 我們投資人的總部跟他 告知這個事情 我也不是 要跟他報告 說我要做這個 好 那你支持我OK嗎 那就先假設他會支持我 然後我就跟他就是開始做 然後 然後第一年什麼都沒有做出來 一直到隔年 美國政府突然頒布一個 這個穩定幣可以用來做這個 銀行資金 transaction的一個法規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你看就是 這個就是上帝告訴我 對了 對 但是 隨之來了 就是這個 金融執照的這個 申請的成本 對 那時候我已經做下去了 反正我就 那時候好 我們就來試試看 然後 問了律師事務所報價 然後說一百萬美金 好像還可以 對 但是他說 可是我們 每一週都要擺 就是一定數量的錢 然後 美國五十個週糟糕 到底要擺多少錢 對 那就是 所以我說這個 有時候就是很好玩 那我在過去三年就是 我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除了就是把我自己 所有的資產都 放在公司裡去申請這個 金融執照 那 用到一半 就是錢有點不夠 然後 我還把我自己房子拿去抵押了 所以你就是all-in嗎 all-in 後悔當初沒有多買幾棟房子 那all-in的concept 跟Andre的故事其實很像 就是他的有一部分 也是在講說 當你確定了 就剛剛講選擇 人生的選擇 當你決定要做一件事情 不要還想著別條路長什麼樣子 要一直往這一條路 為自己all-in 因為你如果不自己all-in 誰要幫你all-in 就是那個選擇的部分 那你的選擇要再補充嗎 對 所以我就跟他分享一下說 其實當你心裡想要做一個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你心裡一定會有那個感覺 就說 這個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對 那經過了非常辛苦的這個三年 就操創到就是有一點希望 然後再到中間花很多錢去 就是賣 就是申請金融執照 對 那就是那個大概可能去年的時候 我就跟我老婆說 欸 我覺得你去買到你自己的房子好了 對不對 因為他那時候還不知道我要把房子縮下去 想說 給自己留一條後路 孩子還有地方住 對 那一直到最近 就是 我在出國洽談 然後 然後 所有外國的企業 突然發現說 我們這個公司是 全世界可能 唯一唯二 就是同時在這麼多國家 有 合法合規的一個 最先進的一個 金融執照 那 我覺得我就 等於是說 自己的選擇 就是中油的這個 回報 對 那其實 抵押房子也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可怕 就坦白講 你決定要這樣講嗎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其實這個 對我來講 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對 因為我覺得 像我們真的很清楚自己 心裡有什麼 使命的人 你會覺得說 Andrey 一定也是跟我一樣的感覺 有抵押房子 還沒 還第二階弱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 其實 我覺得你心裡的一個mission 就是出現的時候 這些外在的東西 其實對你而言 都不會是那麼的重要吧 對 那我反而就不是說 我把這些錢跟物質 看得那麼重的人 當然如果說 如果這個東西 就是 自己的企業做得好 那如果 其實我們在國外 就代表人家說 你是一個台灣的企業 可以領先全世界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 自己覺得很棒的地方 對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滿意嗎 可以嗎 非常滿意 因為剛好跟我們第二題 有非常有關聯 因為其實 這是我覺得一般 如果有很多興趣 或是 很多 喜歡很多事情的人 會遇到的困難 那 我覺得這個就回到 剛剛宣哥提到那個選擇障礙 或是我要怎麼讓自己可以 做選擇 不要到 臨界點的時候 被逼著做選擇 或是被別人推上那個選擇 所以回到是真正的 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那個內心的渴望是什麼 怎麼可以被找到 那我不曉得 對於現在的我來說是接得上的 那這個也是經過了一番思索 也花了 我認為比一般人要來的 稍微久一點的時間 那主要的原因是我出社會比較晚 我一直念書念到29歲都在研究所 所以當我真正拿到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我是一個菜鳥子 身邊的這些學長姐實在比我還小 那也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感覺 但是我當時就告訴我自己 本來我現在好像有點落後進度了 所以就多看多學 那中間要怎麼樣找到自己的興趣呢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它本身就是一個process 我其實非常羨慕 不好意思我還要再去你一次 因為我們剛才在出來之前 我們才在後面才在聊 之前講到你的八角 after philosophy 的那本書 當時你在選文字跟攝影 的時候你都選不是一個 Native English的一個writer 是你朋友 然後你選攝影師也是 你要堅持要這個攝影師 但是這些都不是出版社原本預設的 那出版社是一個非常強勢的出版社 但是他也非常堅持自己 就是要這兩個人來做 雖然這兩個人自己都不太確定 自己能夠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非常欣賞跟羨慕 像Andre這樣子的人 就是從一開始的時候 你就有一個something 很確定說自己 我是覺得說這個東西是對 或者在書裡面 你就講說你不可填膠 但是你有把握的這個東西 因為你能夠把這個東西 發揮到極致 那我則是另外一邊 我覺得所有的東西都是個 possibility 所有的事情都值得嘗試 所以有一句話就是 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大家… 你多少人知道這個 好 你們現在已經自認自己的年紀了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知道我也不舉手 從這個電影裡面來的這句話 說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你永遠不曉得你會拿到什麼口味 聽起來雖然是電影台詞 但我覺得它也蠻有哲理的 因為像是Forest Gump 他會覺得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但其實對於我們大部分的人來說 人生不像是一個巧克力 人生像是一個那種… 有一種那種遊戲 你把手伸進去 你不知道會不會被咬 所以…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而很多時候 我們可能從小 就會被身邊的人警告說 你不要做這個 這個危險 你不要去嘗試這個 這個活果果不得了 這個如果你失敗的話 那怎麼辦 那所以人生充滿了各種Danger的時候 你怎麼去認識這一盒 它就不是巧克力 那坦白說 人生是不是一盒巧克力呢 它真的也不是 Right 你可能吃下去的巧克力裡面 發現包了辣椒 其實真的有這樣的巧克力 Right 說不定你吃了巧克力發現 它其實裡面是一個炸末 或是蜂擁 Why 真的有這樣的巧克力 我在這邊就要求唯一我們今天不在場的 這位Janet 因為她八重吃過這個 其實人生有各種不同的甜生苦辣的東西 But you know what 就是你一旦打開了那個盒子之後 你就吃吧 Right 你吃了你就 嗯 然後 Yeah OK 那我再下一口 我再吃 但逐漸逐漸的 你就越來越會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樣的口味 所以我覺得可能這100個興趣 為什麼能夠讓你有這個專業 你還必須要有這100個興趣 你要嘗這100顆巧克力 你也才知道自己真正喜歡的是什麼風味 所以要怎麼樣去找到自己的夢想呢 我絕對不是躺在那邊去想的 Right 我那天還問XGTT 真的 真的 我真的問她 因為我有個朋友 她的女兒現在在高中 現在在國中 在國中 然後她就跟我說 我女兒啊 她 我問她 你女兒其實是 因為她長得很漂亮 然後很有氣質 我說我未來想要握手 然後她就說 哎呀算了 我女兒 她想紅 可是呢 她什麼都不想做 我說Interesting 我就問XGTT 我說 我女兒想紅 但是什麼都不想做 請問 你要怎麼 這是什麼 要怎麼答 然後她說 如果一個人想紅 但什麼都不想做 我稱這個為 做白日夢 各位 這是ChatGTT給我的答案 I think it's very true 我們必須要先做了 先做了才知道 我們要嘗各種不同的巧克力 管它裡面是什麼東西 不過既然放到嘴巴裡面了 你就嚼一嚼 你就享受它 你就把它吞下去吧 Right It might be anything Don't be afraid 尤其如果 他是Andre給你的巧克力 就是說 主廚請給我兩天 謝謝大家 有時間我寫的詳情 請Andre講這一塊 因為 內心渴望 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 我覺得 我覺得Andre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在這個問題的一個角色 因為很少人可以這麼小就會知道自己要做 他現在做的事情 然後一做就是二十年三十年 然後我們在談這本書的一個軸心的時候 另外一點就是剛剛也有提到的 我們會有很多在外界投射給我們的父母的期望 然後環境的價值觀等等的 我相信你在剛開始做Chef的時候 他也不是一個popular的一個選擇 對 所以我覺得他有兩個層面想請教你 一個就是 面對外界給你的 然後你可能為自己做了一個選擇 你感覺是內心渴望 那很多人都問說 你怎麼知道那是你內心的渴望 然後你怎麼去面對外界 可能會有不同的想法或是不同的觀感等等 你怎麼又去面對外界 和聽到你的心 其實我說真的 我並沒有思考過這件事情 就是 小時候我有很多這些 剛剛講的這些興趣 那這些興趣我就一直都維持著 那你會發現 你有十樣你想 想做 然後喜歡做的事情 但 不是每一件事情 你都會得到 很多的讚美 那 就只是自己喜歡做 但別人並沒有覺得這件事情做得很好 那 料理是 可能其中唯一或唯二 我自己很喜歡做 別人也覺得 你做得很好 那我覺得 OK maybe that's the one 或許這就是 這就是我 又可以 很開心的做這件事情 然後又可以同時 帶給很多人 覺得說 很多快樂 或者是 覺得這件事情 是非你不可 那很自然的 那很自然的 你就會從這個方面去遭受 而我自己 並沒有想說 我是不是真的渴望這件事情 然後我非做不可 非我不可 而是我覺得 有的時候在當下你是不知道的 你是不知道說 OK 原來我是一個 廚師或是原來我可以 可以 可以做這麼多的創作 是你那一個當下 十幾歲的我是 你不會知道 那是你以後的career 你只是覺得你很喜歡做這件事情 但是在這 你就在這十件事情裡面 你會發現說 這件事情 大家會覺得你說 好的 然後你就 就享受在這個 這個 這個過程裡面 所以你就會一直 focus在上面 我並沒有 太多的 夢想 在一開始的時候 對 找到內心的渴望 在心理學的身體會有什麼反應呢 因為這真的是答了很多的問題 就是我怎麼知道 這是我內心渴望的 換我cue你了 真的想知道 心理學裡面有什麼樣的反應 是 但是等一下 大家聽得懂中文 為了 為了 首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學心理的 其實十之八九 會開始學心理都是因為想要了解自己 那這個 所以這是一個很奇妙的過程 因為我們在認識的 或許就是我們讀一大堆理論 然後都在講別人 但最終我們也都在回頭 在想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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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什麼時候會真正知道 我覺得 因為台灣說並沒有一個真正的 如果你來找一個專有名詞的話 沒有一個真正的專有名詞 我覺得如果我給他 泡一個專有名詞的話 應該就是 Try try can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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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家都會追求新鮮感 所以在追求新鮮感的時候 你也自然地會進入一個 一種 警覺 有點像打電動遊戲 如果你打電動遊戲 一開始的時候 不會不會 一直死 重來 重來 你破關了 破了這關之後 你會想要再打這一個嗎 不會 對不對 你會想要 如果你想要再打一次的話 你會想要再進階一點 就是人自然會有的一個個性 So 這個就是這個process 那什麼時候你知道自己做得好 可能就是當你打完了這一關 你說 就有人問你 你想不想要打下一關 Yeah 想不想要打 你要 easy You know medium hard expert Right 我說啊 先給我medium吧 medium又過去 要不要hard 來啊 要不要expert 來啊 或者說我一下子 我就 give me the expert level 在這個時候 你就會慢慢地進入到一個 好 如果真的轉移名詞 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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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當你所做的事情 它的困難度 剛好就在你的能力以上的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間 於是你在追求它的時候 你再挑戰自己 而你在挑戰自己的時候 慢慢慢慢地 你為了去追求 更去完成這一件事情 你逐漸地 而且這是很奇妙的 你忘記了自我的存在 這個是心流裡面非常特別的一個現象 You forget yourself 你忘記自己的存在 而當你忘記自己的存在 再回來的時候 體驗過心流的人 會發現自己無比的快樂跟快活 這件事情會告訴自己 I'm on the right track 那 所以我們就是要讓自己 常常進入心流啊 那怎麼常進入心流 不斷地去打怪啊 不斷地去升級啊 不斷地去go for the expert level啊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讓自己能夠進入到一個 剛剛好 不要太難 絕對不要太容易 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之中 然後在這裡去尋找心流 忘記自己 我覺得忘記自己去 是一個 可能就一個最棒的 try try看 你覺得你那些渴望 已經找到了 你的力量已經出現了嗎 如果要走這種心流的話 就是你要找 比自己10%再難一點點 對不對 對 那如果說能力很差 就常常會有心流 就是什麼東西都想在打怪 然後就一直在心流裡面 你說能力很差 能力很差 就是對啊 你就不用 就10%都很簡單了 不會很多狀態 有哪一個人出生能力好的 對不對 從哪一個人一開始 在玩任何遊戲的時候 就馬上一下子就上手 那可能也一萬個 十萬個人裡面 會有一個這樣子的天才 但是我們也知道 天才往往沒有最快樂的人生 真的嗎 都會天才 對 我真的有心理 我真的有心理 這真的是莫名其妙的 你的狀態 對 我其實就是 還好啦 就 我的同學都是那種 就是台灣那種 都不用考連考 我還是有考 所以 我不是天才 對 對 但就 那個 就是 每個人的 mission 其實都不太一樣 對 那 可以看到有些新聞說 可能 台大醫科畢業的 跑去打籃球 我覺得很棒 那我覺得我們台灣社會 長大的小朋友 比較容易會被 所謂的你的 細鎖 或是 去理化你的興趣 對 舉例來講 就 高中的時候大家都想考 台下電機系 對 台下電機系是幹嘛的 沒有人知道 對 所以這是一個 很好笑的事情 那 你真的去讀 你就發現 其實 就是 其實滿無聊的 對 那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 我們 我鼓勵大家就是說 其實我們 真的在 你自己找到興趣的人 然後去 全力追求的這些 就是我的同學們 那 他們其實過得 非常的快樂 那 等你回頭看 比如說我們現在 大家都 四十多歲 那 當初那些 所謂的 真的是天才 就是跳級 然後就是 不用讀書 然後都可以考滿 等那種 對 那他們大概四十多歲的人生 煩惱的是說 For example 最近 西湖財源 找到快沒工作了 放膽交不出來了 然後 對 那其實在我的人生裡 就 因為我很早就跳過 這個 所謂去 跟大家去 做這種 同質性 那種競爭 薪水競爭 公司的那種 就是同溫層 所以我說啊 我要去 這個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所以 就是 在我自己的 這個 人生裡 我是算 蠻開心的 對 因為我真的沒有從公司 賺錢 所以我確定這個 不是 金錢帶給我的 這個 快樂 對 那我也因為開了奧丁丁 就 損失了 可能大家 中二頭才會有的 這個 金錢 但我還是很快樂 所以我就 我就蠻確定說 我想要挑戰 就是所謂的 這個 心流 這個 可能超過自己能力 就是 可能已經到了 1000% 這種程度 這個 難度 對 大家看全世界如果 欸 你要說 在這個 最新的金融領域裡 就是沒有人會想到 會是一個 台灣的公司 就是領先嘛 對 所以 但其實你看 其實當初這個 比如說 張宗門 這個董事長 在創辦台積電的時候 也沒有人知道 台灣會在未來的 可能三四十年 領先全世界吧 那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 在做的事情 可能就是 啊 也會 就是 有一定的 impact 但他不知道 有多大 但是我覺得我就是用 就是比較開放的那個心態 來迎接生命中的一些 就是 挑戰啊 興趣等等的 對 那反而是 當我越 我的心態越open 比如說 我們那時候 在2014年 可以用 比特幣買牛奶 你知道 那時候 就是 訂一個月牛奶 可能就一萬塊 然後 就差不多一顆比特幣 對 那時候啊 很高興用比特幣 比特幣買牛奶啊 對啊 那現在已經 變成這個六十萬了 哈哈哈哈 所以 其實我覺得 其實 但我在這個 公司 嘗試的過程裡 我們公司也 就是 我們就慢慢慢慢 進入這個 區塊鏈的領域 對不對 然後就 開始 受到國際投資人的 注意 然後有外國的 這個資金 然後 就是 做做做 其實我覺得 你的生命中 會有很多 就是 安排啦 就是說 比如說 我認識這個 這個 比特幣交易所的 這個 狂犯人 那 他遇到這個 當初遇到 資金不夠 那我就來 投資他 我就是 很順勢的 我也想說 我就抱了一個 good heart 然後去幫助我的朋友 多麼難關 對 那 其實這個 好心最後也 讓我自己去理解 整個 區塊鏈產業 就 在這個 產業裡 我就 讓自己公司 變得更好 對 不然我如果當初沒有這麼 open的心態 我可能 現在就還是 只有在台灣 就是 做這個 市集的電商 那我覺得 所以其實大家 生命中一定都會有一些 不同的 opportunity 有的人 遇到這個 機會 或者是 你朋友 跟你求助的時候 很多人 第一時間會 say no 對 那有時候say no 其實你就是把自己的機會 剝奪掉了 對 那我覺得 當你心胸 越 抱著一個 say yes 的心態 去看待每一個機會 其實 這個都是老聽也 給你的一些 機會 對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可以跟大家 就是分享的一個事情 謝謝 謝謝 所以是大家 遇到機會的時候 去穿穿看 這個專業迷思 要穿穿看 好 那我們下一題 是要提到 其實這一題是 我那時候我們在 討論的時候 想要問Janet 她的 書裡面的內容 不過因為這題 剛剛Daryl提到了 就是 不管是台大 建中畢業之後 要到一個很厲害的公司 那 那一開始 是要怎麼 擺脫 如果像你自己應該 蠻確定是要創業的 是因為什麼原因 要擺脫世俗的價值觀呢 我覺得 待會可能Daryl 也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那我先幫Janet回答 好 你先幫Janet回答 大家應該都很喜歡Janet的人 還有她的故事 她的故事 我們在聊她的內容的時候 我覺得 非常難得的是 她好坦露她的 當時內心的掙扎 我覺得 就是女明星抱著馬桶哭的那個畫面 她講出來之後 我就心裡想 哇 她地板好像很髒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但她 在那個狀態下 我覺得 我先不直接回應這個 這個點 但我想要提的是 她 想要被看到 我覺得我們都是 在某些層面上 因為剛剛前面那一題 內心 內心想要什麼 其實我們要的是 做某種事情後面的感受 我們要的是那些感受 那 當我們 比如說 想要被愛 被看到 被肯定 我們就要做很多付出 而我們要的是後面那個感受 那 有的時候 社會的價值觀 可能會告訴我們說 你好像要賺很多錢 你才能夠被愛 這在我的那一個部分 我小時候真的是常常這樣子覺得 然後 我就會覺得說 錢就是只是交換東西的一個單位 為什麼大家要這麼看重它 甚至為它就是 連很多商業的 連道德都沒有 甚至很多人 可能父母親就會為錢吵架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那種 心有氣氣焰的感覺 就是 這個價值觀好奇怪 所以 回到 代替Janet 這個回答 這個部分 接納自我 我覺得它是一個 像剛剛 我們不斷的講到 要一直嘗試 我們在Podcast有聊到說 我們覺得人 活在這個地球上 我們有講到那個Maslow的部分 就是 我們有個最基本的需求 就是我們生存下去 而中間的部分就是與人互動 就是social friends 與人互動 而那個是為了什麼 那個是為了我們可以更了解自己 更了解自己是誰 我們想要什麼感受 我們碰到什麼事 會有什麼感受 而我們在追求什麼感受 那個自我實現的部分 那 Janet的接納自我 是在 它必須要瘦下來 它認為說 哇 我一定要50公斤 我才會紅 我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才能夠被看到 就是那個不斷的外界價值觀 和他自己一直不斷的衝突的之後 他後來就可能有一點暴食症 我覺得這些揭露都可以讓我們發現說 其實我們碰到的很多價值觀的外界給我們的投射 跟我們自己真正本質的模樣 其實常常都是有摩擦的 而那些過程是很有價值的 就像Janet的故事一樣 讓他這一次 他也是打起了 鼓起了勇氣 就要去美國 他走了另外一個unknown 因為他已經曾經有過在台灣的這個階段 這十幾年 這次他又Janet 2.0 他又在當下又去了選擇去美國 重複一樣的cycle 可是這一次就是much stronger 他已經過了第一次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是一個過程 而剛剛我有想就是cueAndre 就是那個外界價值觀和接納自我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還是真的覺得說 就是在年輕的時候當一個chef 是一個跟大家想像很不一樣的一個projection 而且就是亞洲人 對所以我還是想請你分享一點點就是 這一些外界的pressure在你接收到的時候 和你的那個內心的對話是什麼模樣 這不是他的題目 沒有不一樣 我這樣會不會很難聊 我是不是所有的人裡面最難聊 然後你憋臉也會反問我 對對 然後我講一下 反正變得反正我們大家在 那我就準備這些question的時候 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就坎坎而談 Janet就一路這樣 就這樣講完 一個小時半到囉 然後就只有講三題 然後Andre我就是 第一次我準備大概十個問題 就是他都是這樣回答 就請問一下你覺得這本書 你想要留的最中心的思想是什麼 然後你就說 抱歉 抱歉 他說 Keep it simple 就這樣 是啊 我覺得我的過程很簡單 我也沒有什麼其他的事情做 我覺得就是 Keep it very simple 就是 並沒有這麼多 選擇可以選 也並沒有這麼多 You don't need everything 我覺得 You don't need everything You cannot have everything 那你就是在你能夠做的範圍內 然後把這些 你也不需要 就像我在學 學料理 我並沒有想要什麼都學 我會發現說 所有東西我試過一次之後 有哪一些是我可以掌握 有些是我沒有辦法掌握的 對 我就是 就是專門在那個上面 料理也是一樣 然後食材也是一樣 我發現有一些東西 我真的沒有 這些是食材 我真的沒有辦法掌握 不是我不喜歡吃 而是我沒有辦法 就覺得那個東西 怎麼弄都不會好吃 那你就skip掉 因為 還有 成千上萬的 選擇 所以 我也並沒有覺得說 我想要成為一個廚師 因為 他 他會 是什麼樣子 是我追求的 我就是自己 一直在那個心流裡面 你自己的心流 Expert Level 還是說 還是說 換句話說 你比較忠於自己的聲音嗎 就是 可能這樣會說 那你為什麼 髮型都不換 那你會怎樣 因為 你可以想一件事情 人生可以想一件事情 那你要舉手問一下 他怎麼接納自我 OK 好的 快救我 我 我好羨慕 真的 我覺得你的心裡面 一定有一個 有一個東西 是 在那邊 你可能還年輕的時候 就知道 這個 這個喊來說 I don't know I am not you 但是我的想像 就會有這樣子的清澈感 那麼清楚的 然後能夠 知道說 Life is simple You can't have everything 並且也知道 我自己擅長什麼 不擅長什麼 這是很多人 要去搞很久很久很久 才能夠知道的 而這個 我們講說 是這種 這個 這種 purity 就讓我想到 好像 他是一個 我忘記他那個叫做什麼 Ockham's Razor 是一個 這種哲學理論 說 我忘記那是不是真實 他的名字 不過基本上的意思就是 最終的原則 就是說 解釋這個宇宙的原則 往往都是最簡單的 原則是最簡單的 但是原則所運作出來的東西 就是無限的可能跟複雜度 那其實 我覺得其實 也許 你很早之前 你就知道了 東西就有這幾個原則 你認清了自己的原則 然後 趕緊 看 對 看吧 沒把這麼簡單的東西 就覺得我 好愛理 這個 就是 是一樣的感覺 這個 不是 ChadGPT 你也是我的ChadGPT 所以也許是原則 也許我們到最後 我們boiled it down 我們就是要找到 我們自己人生的原則 那當你有這個原則 它可以去guide你的生活 就有點像是 其實我們每一個做者 我們會選出我們想要幫助的單位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後面也是有一個原則 在裡面 它反映出了我們的某一個家具 他還說其實這個也沒有需要想很久 其實我覺得 我跟Christine 我們其實聊了很多 那我其實一直都回到同樣一件事情 我想你也有發現 就是 就是 Christine就是 一直聊 然後他已經挖了一個小時了 然後還是回到原點 他就覺得心很累 那因為 就是 我就覺得 yes you can't have everything 你就把這件事情 放在你的腦袋裡面 you can't have everything 然後 然後 就是 do what you're good at 就這樣子 就沒有 沒有其他的 我沒有想過說 我要很多 然後我要更多 我要再多 沒有 就是 you can have everything 我跟我的團隊也是這樣講 就是 也不要想說 我什麼都要學一點 我覺得現在 現在這整個 最大的問題就是 就是 你選擇太多了 然後 每一件事情都做得不夠深入 所以 而所有東西大家都想要做 因為 你看到別人在做 別人在做 每一件事情都想要做 但如果你 腦袋裡面擁有這句話 you can't have everything 你就 你就不會去 說 大家在露營 你想露營 大家在 在弄 比特賓 你也要弄 對 我一直是說 I know I know Daren在這裡 只是我一直是說 you know 這些不是我的東西 或是 不是 you can have everything 不是你懂的 不是你 你 喜歡的 那 then you just focus 在 do do what you're good at 所以我也沒有想到說 我要 做什麼其他的職業 從 從一開始 我就知道我也沒有想要做其他的職業 因為 就是 我腦袋只有這兩句話 就是 do what you're good at 然後 當你每次想要 騙你跑道的時候 do what you're good at 然後又回來 yeah 所以 我覺得 這是 讓 你自己一直保持在一個很 很專心的一個 一個 人的一件事 所以我 我 並沒有想要在這個過程當中 等到很多外界的 東西 永遠就是 這是 自己給自己的一個 肯定 對 就你的聲音大過於 斷界靈的聲音 你可以這樣說嗎 對 你的聲音大過於 yeah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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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已經提了 剛剛有提到說 他其實就兩 兩句 只要每次有選擇的時候 就兩條路 剛好接到了我們的第四題 人生是怎麼回事 然後給現場的讀者們一些建議 OK 我覺得可能大家從 從 從生活裡面 想要 覺得自己需要 改變 或者是 渴望 成為什麼 但我自己覺得 什麼是渴望 什麼是改變 你 有沒有 Maybe 你沒有這麼渴望 因為如果你 真的這麼渴望 他就會給你 無限的動力 讓你移進去做 這件事情了 所以 Maybe 你沒有這麼渴望 那 也 你不 你也不需要 成為別人 你也不需要 Maybe 你也不需要改變 其實 Maybe You're happy like this 就我的意思就是說 就 我活著 我的人生嗎 你的人生也沒有那麼糟 就 有的時候 那一個渴望 是你渴望成為 別人 那一個 你覺得你需要改變 是因為 你覺得好像大家都在改變 那我必須要做 改變 所以 Maybe 你沒有那麼渴望 Maybe 你也不想改變 因為 Happy as it is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或者說 這本書想要 我傳達的是 我們用 每一個人的 的角度 然後讓你去找到 自己 這是我 給大家的 一個 讀者的記憶 那Daren呢 剛剛 你也想回答 關於上一題 對 其實 我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我覺得 我們其實 每個人的 這個 人生的劇本 都是 總經也給大家 有自己的一個目的 對 那 舉例來講 我剛去美國的時候 就 因為我大學都沒有讀書 太混 然後我就把我 不會的東西 都 去掉 然後 去到 執政一個 所謂的 學門 這個 反正你其實沒有其他路 我其他都不會 那我就去修 這就 這就 密碼學 對 那密碼學就 變成我可能 畢業了 大概 七八年之後 就有相關的 這個區塊鏈 這個產業出現 對 那 就是 所以我從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說 好像我們人生的很多事情 都是 不是自己 決定的 對 但是當 老天爺跟你這樣子的 題目的時候 你就是去 接受它 那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 你要對你身邊的人 生命中 就是 你遇到人 你要對他們抱一個非常 友善的一個 態度去 面對 他即使可能 你之前不認識這個人 但他也許會成為你生命中 後來的一個 就是 貴人 對 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 老天爺給 就是 每個人的功課 其實都 或使命 都是不一樣的 對 但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你真的要去做一個 你心裡覺得 就是 開心 或是讓你覺得很 就是很有動力的事情 對 那 因為我其實是公司老闆 然後就是 沒有薪水嘛 所以其實我很清楚 其實我 每天去工作 我看到 我們 比如說我們工程師 可以跟我 討論一個題目 討論到半夜 可能12點一點 看到大家很努力工作 那我覺得說 那我要 就是讓這些工程師 就是有當初那種 靠著 我們完成一個偉大的事業 然後 至少在金錢上可以去 就是足夠來使用 那 我的使命是 讓這個事情發生 所以我其實每天 努力工作的動力 就是說 我要跟著這些工程師 跟我這些同事一起 成功 對 讓他們覺得說 他們在台灣也可以做出 不一樣的事情 那 我覺得其實這個 所謂做夢的能力 或是 真的實現夢想 這個在我們現在的台灣的這個 社會裡 越來越 少了 對 那當然還是 我覺得有少數 非常少數的人 比如說像 這個 Andre 這麼成功的這個 廚師 對 然後 劉軒故事我們也是 從小也是看 這裡面有一些 拉開 我看過 對 我覺得就是 大家都 就是 我覺得可能 我們就是 算是說 我們不要 就是走傳統這種 路線 就是有想要 就是比較活的 自我一點 其實我的興趣 真的不是什麼 創業什麼事 我的興趣是打籃球 可是 這個 條件不夠 對 所以 大概二十幾歲 就會覺得 這個 我不能去做這個事情 對 那 所以我覺得其實 人生是很有意思 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人類之上 會有另外一個更高的一個 這個 所謂萬物的這個主宰 給你的使命是 是 每個人使命 其實都是 不一樣的 對 但如果你是真的要去 忤逆 對不對 比如說我一定要說 我要跟我的同學們 一樣去做這個 電機工程師 那我們現在就 就是 我就不會是現在的自己 對 我覺得大家要接受自己 說當你的興趣 說 糟糕我可能很會讀書 我很會考試 可是我真的不想當工程師 我覺得你就不要去當工程師 就很簡單 對 你沒有這個興趣就不要去做 那你就會慢慢在你 可能 後來嘗試的這個過程裡 找到真的屬於你自己 才喜歡的事情 對啊 那 所以我 我希望說就是 跟大家分享說 就是 就是 而且我有個經驗 就是說 當你越 謙卑的 就是面對生命中 給你的這些 所謂的挑戰啊 那其實 你的路會越來越順 對 那我覺得這個 比如說我們內心的一些 Ego啊 就是 驕傲啊 這些其實對你的這個 去尋找自己的這些 這些 那些 興趣都是 比較 不利的事情 對 那當然我覺得 我們今天會變成這樣 也是 生命中給了我們 很多不同的這個 課題 對 那我覺得我就是去 學習去從每個 比如說負面的事情裡 去看一些比較 正面的東西 對 那比如說你如果沒有 落難 你怎麼知道誰是你真的朋友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一個機會 當你知道你人生中 比如說你就只有這五個人 是真的在你落難的時候 會幫你 那 你也不用去跟其他人 就是花那麼多時間 去做無謂的社交啊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 就學習用 比較 正面的心態去 就是活出自己的生命 我覺得大家會慢慢慢慢找到 快樂 因為我覺得我們 人世間有兩個事情 是 就是 擺不到 一個就是 快樂 那一個就是 時間 對 那金錢只是在我們 活的時間裡 就是一個 就是 工具 對 那不要為了工具去 努力 對 因為沒有太大的意義 對 你要去找到這個 就是 你就記住 你的快樂 跟時間 是 就真的 你的這個工具 是擺不到的 所以你要去好好珍惜 這兩個事情 謝謝 這個人生是怎麼回事 這個 剛才Darren有講到一個 劇本 這個詞 我非常認同 我覺得每個人的人生 都是像是一個劇本一樣 那 你在這個劇本裡面 扮演的角色 這個主角 他必然會有一個起伏 我覺得任何一個好看的電影 好看的故事 都一定會有 一些 的東西 對不對 那我那天才來跟我小孩在講 因為他們要寫一個 一本書的報告 我說 這樣子你要 你要 你要介紹到一個故事 一定會有的 五個主要的條件 第一 第一 我還在這邊 跟大家來分享 我還特別發明了一個縮型 我自己覺得蠻厲害的 這個叫做 sc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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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y s是什麼呢 s就是setting setting 就是一個環境 對不對 你要知道你的環境 你生長出來 因為每個人的環境不一樣 所以你的故事也會不一樣 然後 然後a是什麼呢 a這個叫做 adversary adversary adversary是什麼呢 就是對手 一定會有一個對手 這個對手可能是一個人 但可能也是你的環境 但也可能是 I don't know 一個something 你所碰到的錯子 一定會有這個a right 然後c 這個地方 一定會有一個conflict right 或者說一定會有 s c 我現在要介紹那個c c c已經講到是一定要有一個character 那就是那個主角 然後a說 adversary 然後r 一定是resolution 因為東西一定會要有一個 一定要有一個 比如說一個結束 或者是一定要有 中間要有一個結果 你不能把東西做到一半 然後放在那邊 不了了之 一個不了了之的人生 其實是最難過的人生 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嘗試很多東西 要不了了之的話 是最難過的 所以現在有一個resolution 然後最後那個why 代表的是什麼 就是you what does it mean for you 最後 所以在書裡面 我在我自己的分享裡面 我說 在不久之前 有一群科學家 他們剛好在給人做腦部掃瞄的時候 那個人 他心臟病發 然後去世了 於是他們就在那個當場 捕捉了這個人的腦部 這是大概第一次 他們用這麼高解析度 及時去捕捉到一個人 在死亡的過程裡面的 整個的腦部的改變 然後他們發現了 有大量的腦部轉變 是來自於兩三個不同的腦部的部位 這些部位呢 剛好跟我們的記憶是有關的 所以這些科學家就說 雖然我們只有一個data 但是我們可以猜想 為什麼有很多冰死經驗的人 他們從那個地方回來的時候 他們都說 當我快要死去的那個過程 之前我看到我的整個人生 啪這樣子閃過我的眼前 然後我就會見到親友們等等 我又會聽到一個聲音 然後這個聲音就會問我說 So did you learn anything? What did it mean to you?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最終 每個人都必須要 為自己回答的這個問題 What did it mean to you? 我們這一生走到最後的時候 不是說過了了之 沒有一個resolution 還是說我從來沒有挑戰過我自己 所以我沒有過真正的adversary 跟adversity 還是說我沒有一個好的原則 所以我沒有character 還是我根本沒有重視我的setting 所以在所有的這裡面 我覺得怎麼樣可以說出一個好的故事 完整的做出一個好的精彩的劇本 這個就變成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當然在這邊我們也長得非常高大上 不過其實我也有一點小小的有備而來 因為就在這次的活動之前 我們也做了一個小的活動 在我自己的FB上面 我就問了一個問題 我說得到最多讚的朋友 就可以有VIP Test進來這邊 所以在座應該有不少這些朋友 我問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的人生是一本書的話 那現在這個章節的標題應該叫什麼 然後 我覺得你看 我根本不用問 我crowdsourcing 直接crowdsourcing過來 所以我覺得 聽到一些這些章節的這個標題 我自己覺得很 pretty cool 其中一個 就先講一個 離開舒適圈 擁抱未知與挑戰 尋覓下一個舞台 這是誰? 宇文 你在場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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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見到你 你真的來了 太好了 然後 還有 還有一位 這次IG上面 IG上面 Becky 你在嗎? Becky Becky 嗨 嗨 嗨 她的chapter title 叫做 哇 天啊 這個小字現在 萬事互相效力 萬事都互相效力 Alright 還有一位 在茫然中定毛 有出現嗎? Howping 所以我就不曉得 Howping 你好 嘿 哈囉 你們真的來了呀 太好了 你看 每一個人 對於自己 現在的故事 都有一個chapter heading 我們每一個chapter 都有它的意義 走到最後 當你聽到那個聲音 問你 Are you good? What did you learn? What does the story mean to you? 對你來說 你的這一生是什麼意義 也許那個時候 我們每一個人 也不用問我了 你們每一個人 自己回答這個問題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那我跟總結大家剛剛講的 就超精彩的 然後我想要用一個比較交心跟靈魂的點 去approach這個人生是怎麼回事 然後在我的這本書的最後的章節 然後把大家的故事串在一起 那有一個點我覺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跟劉群在聊的時候 我們曾經聊到過做人生時光機 就是我們人走到所謂人生是怎麼回事 我覺得常會是我們在生重病的時候 或是跌了一跤碰到很多狀況的時候 我們會問自己這個問題 那假設我們今天做人生時光機 走到了我們自己人生最後的那一天 我們不知道是哪一天 但是有生就有死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死掉 到了那一天 我們會問說人生是怎麼回事 還是你今天就要問自己這個問題 因為那一天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 然後我也想把這個當一個去超級市場買東西的一個比喻 如果我們很清楚今天要restaurant要進很多草莓 然後我們就去買草莓 結果一進去哇琳瑯滿目 哇好多調味料好多菜啊 然後就每個逛得好高興 然後結帳回家啊 忘了買草莓 就是這個時候你會覺得說那我去超級市場做什麼 那人生也是這樣 就是如果我們沒有問自己問你說 我今天我人生的草莓是什麼 就是替代物 就我人生最重要的那個東西是什麼 那你那一天走到最後一天的時候 我人生是怎麼回事 我們就沒有 你就會覺得說我好像不知道為什麼而活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內心的問題 所以我當時在propose這本書的時候 和出版社聊了很久 就是我們後來他們很nice 就是還是把人生是怎麼沒事 所以放在書的最上方 對因為它是一個核心的問題 那會講到靈魂的這個點是因為 我們在我們的生命之中都可以做很多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只focus在吃喝玩樂 我們也可以選擇只focus在可能讓我們身體很快樂的東西 讓情緒很快樂的東西用錢可以買到的很多東西 所以有些人說錢買得到快樂 但是他買不到真正為人付出出於愛的那個快樂 所以當然說有些感受上或許我們正在追求的錢 或是某些東西是可以替代的 但是人生走到了最後 人生是怎麼回事 在我個人的理解裡是 我們透過我們的生命 可能一到二十歲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假設說 我沒有選我的父母 在我的理解是 其實我們選擇了自己的父母 然後我們有了一個人生基本的設定 所謂的人格或者是一個identity 一個身份 在前面的二十年我們有了 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之後 我們開始認識自己 開始知道自己是誰 我碰到什麼事情我會有感受 我對什麼東西特別生氣 或是我覺得好不公平 我對於公不公平這件事很有感覺 在每一個有反應的每一個事件中 我們認識自己的那個在意的點是什麼 那個點其實就是 我專屬於我們所謂的人生的課題 自己的Life Lesson 在那些Life Lesson裡面 很多人問我說 什麼叫做實現人生更高的版本 就是那幾個點的時候 我們以愛為出發點 如果是Andre會做什麼選擇 要保持簡單 那是什麼選擇 要能夠make my own decision make my own life all my life 這個是什麼樣子的一個選擇 我好多好多的選擇 哪一個才是為了自己而選 然後活出自己的人生 然後我如果有碰到很多很多面對錢 我是否要因為錢的價值觀 大於我個人自己的本質 我們要面對這樣子的一個business decision的時候 我應該選擇哪一個才是我更高版本的那個我 我覺得是在這個人生活著的過程裡面 我們都可以做到的那幾個選擇 而生命到最後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實人生就是體驗人生 那個生是身體的生 我們的靈魂到了這個地球上 我們有有限的生命 我們有無感 我們可以感受到很多訊息 因此我們認識了自己的內在 自己是誰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難得可貴的體驗 就是我們其實可以吸一口氣 就是說I'm so thankful 它就是一個beautiful day 就是其實那些都是觀點 我們的觀點會讓我們身體的感受 有馬上的不同 所以這個書真的是結集了 真的很感謝每一位作者 然後Jana沒有來 但是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個禮物 那個禮物就在於說 你在讀每一個文字跟每一個故事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的成功是因為它在那個狀態下 它的思考跟它的觀點 那一些點就是可以 我跟他們聊天每天都是學習 就是可以讓我們一直不斷提高 人生版本的那個狀態 而最後也是希望 就是今天很謝謝大家過來 當然我們還有要聊我們的這個 捐獻的對象 就把它串起來 就是可能大家會以為我在美國房地產賺很多錢 所以我才在做公益 真的不是 我也要講 要出一本書是大家的努力 不是說今天我有好多錢 所以我在做公益 其實並不是這樣 那是另外一個故事 但是我覺得那是一個出於愛的一個信念 然後當你有很多愛的時候 你也希望看到世界有很多愛的時候 你就會希望說那我們都把自己做好 然後把自己照顧好 然後就給身邊的人做一點點愛 然後它也被你感受到 那我們兩個人就可以給很多人愛 而這幾位作者他們會say yes 其實真正的那個軸心是他們很有愛 真的 然後就是這個東西把我們穿在一起 把我們的書做出來了 所以三材書版社也是 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的用心跟努力 就是因為有這份愛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的 我們不需要任何的環境說 你今天要賺很多錢你才能給很多愛 不用 就是你可以就是在一個小小的moment 看到一個人他跌倒你把他活起來 然後這個人要經過這個門了 你幫他拉一下這個門 一個人進了一個電廳給他一個微笑 就這麼簡單 然後我也希望就是今天在座的有緣人 就很開心你們過來 然後希望你們也感受到 我們給你們的愛 那接下來 那我請CC幫我們說一下 這次很會作者要捐贈的單位 OK好好好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各個講一下 我們為什麼捐給這幾位 我先提Janet因為她不在 她的是心臟病兒童基金會 就是我們的書的所有的版稅 然後包含三材的移收 我們全部都是捐出去的 那Janet是捐給心臟病兒童的民會 然後Daren 我是捐給一個台東的幸福食物銀行 對那他們那邊的小朋友 很多都是可能被自己的爸爸媽媽 或是近親就是有暴力的對待 那就是下課沒有地方去 所以他們也沒有東西吃 雖然是食物銀行 其實他們沒有東西吃 對所以其實我是希望說 他們下課都有足夠的食物去吃 溫飽之後才幫他去學習 所以我是希望說 可以幫助更多偏向的小朋友 對拿出一些基本的生理的需求 我是捐給中華動物福祉 過去教育會 因為我其實我之前 我有一隻靈養一隻流浪犬 那我們家一直以來的 狗狗都是靈養的 那有一天我就跟我好朋友朋友 後面周世雄他是 台灣很有名的藝術家 然後他就說 你家那個白雄還好嗎 我說你怎麼知道 他說因為那是我媽媽的 的那個 shelter 就是他以前在 以前在那個 流浪全動物之家的時候 就是叫白雄 那我就希望把這一個 這一次的 所得都捐給他們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這是一群很有愛的人 會做的事情 然後 我也希望可以 能夠讓他 帶給更多人 更多的愛 去照顧這些流浪全 所以 我想家父基金會是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 家父基金會 他們在社會的各個角落 在幫助家庭 尤其是 尤其是 遇到狀況的家庭 尤其 給予這些 孩子們 一個 一個 安全的地方 一個能夠受到 照顧的地方 那 因為我們都知道 其實家庭 就是一個 社會的核心 一個最小核心 所以我們 能夠 但是並不是每個家庭 都那麼幸福的 那 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能夠做些什麼 能夠幫助到 一個家庭 也就進而幫助到 一個社會 那 而且呢 其實家庭基金會 行之有年 今年已經七十年了 七十年 他們在做這個分離 那今天我也非常高興 家庭基金會的 湯慧珍主任 今天也有到場 我想 今天我能夠做的 這個微博之力 我也希望 也是 認同你們的理念 並且希望你們可以 繼續的 再繼續的 為一個社會服務 謝謝 謝謝 那我們今天的論壇就到這邊 我還沒講我了 是的 要結束了是不是 是 OK 那 那 我的是人質學 然後 在 上的podcast 我有很仔細的講 人質學 然後我想要提一下 主委 宣證單位 我覺得做善事 然後做 non-profit 是很神聖的事情 真的謝謝你們 然後 相信有些人就是 因為在場有好多支持人 一次買了十本二十本 甚至兩百本三百本的 所以有些人就會收到這本書 然後 我希望就是 你看這本書很喜歡 就可以多買一些書 因為這個書的所有的 都是捐出去的 都是捐給這幾位 你買一本書 你就會捐給六個不同的單位 對 然後想要特別提一下這部分 然後三菜也很有愛 然後這次的成品的活動 應該是今年最後一個活動 因為成品要這個地方要沒有了 對 所以 就 就很 很 特別 今天真的很特別 那 大家愛三菜 愛我們的話 就等一下可以到那個 成品的那個三菜的那個table 多抓幾本書 謝謝三菜 真的謝謝你們 謝謝 那我們今天論壇就完成結束 至於剛才會的大佛上 讓我們請客戶的問一下 led 上 請客戶的問一下 搭檔 謝謝 好 謝謝 敬請大家 先拿開